请看第五题 有一个长方体A 把A的长增加20% 很多同学 看不太懂 什么叫做增加20% 我们来跟大家先说明一下 什么叫做增加20% 所谓的增加20% 不是只剩下20% 假设说它原来是100公分 或是什么单位都可以 原来是100 什么叫增加20% 增加100的20% 所以我们有时候会说 增加20%一定超过100的 所以这个就好像是100乘上 1加20% 也就是100乘上1.2的意思 所以什么叫做增加20% 就是100乘上1.2 那同样道理 什么叫做减少10% 减少10%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本来是100 减掉100的10% 也就是等于100乘上1减掉10% 也就是100乘上0.9 减少10% 就是100乘上0.9 这个呢 我们从英文来看 这个就蛮清楚的 减少10% 就是10%off 对不对 10%off 就是打9折的意思 那打9折呢 就是乘以0.9 就是这个意思 好了我们从这边呢 先讲一些这个先辈的一个概念 跟同学说明 好了我们先假设一下 原来这个长方体呢 叫做是A这个长方体 我们假设呢 它的长宽高 分别是ABC 长是A 宽是B 高是C 所以呢这个A的正方体 它的体积 就是A乘以B乘以C 好那接下来看B正方体 这个B正方体呢 是把A的长度增加20% 所以它的长呢 是A乘以1.2 然后宽呢就是 B乘以0.9 因为减少10% 10 高呢也减少10% 高是C乘以0.9 所以它的体积呢 就是A乘以B乘以C 乘上1.2乘以0.9 乘以0.9 好我们把它算出来 就是A乘以B乘以C 再乘上1.2乘0.9 再乘0.9 是多少呢 就是0.972 所以我们就知道 从这个地方你就知道 这个B呢 它的体积是比A还要小 因为这个A的体积 是A乘以B乘以C 事实上就是乘以1的意思 所以当然呢 你这个乘以1呢 当然比0.9 乘以0.972还要来得大 乘以0.972 一定比乘以1还要来得小 那我们继续再看这个C 这个正方体C是这样 它的这个长呢 减少20% 所以它的长是A乘以0.8 打8折的意思 宽增加10% B乘以1.1 高增加10% C乘以1.1 所以它的体积呢 叫做A乘以B乘以C乘以0.8 再乘上1.1乘上1.1 那我们把它算一下 这就是等于 A乘以B乘以C乘上 0.8乘1.1乘1.1 等于0.968 所以呢 马上就可以很清楚的知道 它就是原来 A乘以B乘以C的 0.968倍 当然就比A小 所以我们最后就比较这个数字 我们就知道 这个A的体积呢 是乘以1 所以A的体积最大 再来是乘以0.972的这个B 第二 C最小 所以我们这个答案选 A这个选项 A乘以1 2 1 2